再來就是那個4迴圈改成那個file迴圈 這部分也是一樣 JuiceMaiBel早上有講過 那第一步大概也是一樣 就把這個地方把這個原來的這個 名稱我叫MultiTable 然後把它貼上去後面再加一個那個file 那裡面的話一樣的原理原則 就是說你要把初始值跟需要改的部分 比如這邊加一個file 然後把這個關掉 記得就是他會另外產生一個file 那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部分的話把它改成file 其實基本上你就要把這個keyword 然後呢條件部分的話把它搬到 這個宣告 把這個地方把他搬到上面 這個地方把這個搬到上面來 這邊把他enter一下 初始值放上面 然後條件 那加加的話呢記得放在他的瓜糊 所以特別注意點一下前瓜糊 看到他的後瓜糊的上面 其實就是我們要放的回去 就是 布徑的位置 把這個布徑的位置加上一個分號 那這個部分就完成 這邊的話再把條件部分 OK 那基本上外回圈 這樣就做完 基本上 其實while跟for 兩個也可以湊在一起 不會有問題 我應該是 這個跑算應該也是 也是OK 好 因為我們只有把外回圈 改成file 內回圈還是file 其實你 你們也看過 看到那個網路上也有人這樣 外面是file 裡面是file 也是OK的 所以寫法太多 你會發現這種 那如果你要內回圈要把它改成file 也是一樣 就是說把原來這個地方 file 然後初始始一樣把它搬到上面來 所以初始始的位置非常重要 你不能搬到 這個外回圈的外面 那就完了 你一定要把它搬到 這個的上方 就是外回圈的上方 然後布徑的部分就看一下它的 前刮戶在哪裡 後刮戶的位置在上面 把這個地方 把這個夾夾放在這個位置裡面 你位置放錯的話 基本上跑出來的結果也不會是正確的 這邊的話 分號再拿掉 有沒有 其實這樣子原理原則 那最後呢 再加上格式化 因為可能排不太整齊 你可以記得ctrl shift加f 他就幫你排整齊 如果你刮戶啊 或者是 這個位置沒有對齊的話 執行一下 OK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 從這個範例裡面 你看 換回圈跟file回圈基本上是 類似的 那其實觀念也是一樣 主要 還是幫我們把重複的動作跑完 只是說他強調是 跳出時機 就是這個條件 另外呢 也請各位 動動腦筋 我早上也講過 就是說 我們有個STAR 這個STAR是 我們有個STAR 我們有個STAR 我們有個STAR